我们注意到 印尼国防部新闻稿当中 并没有出现相关的内容 尽中国驻印尼使馆向印尼方面了解 对方表示美方发布的消息与事实不符 发生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作是美方胁迫外交 或者谎言外交挑拨外交的又一个例子 但我想强调的是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团结合作聚焦发展 是本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所在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停止插手介入南海问题 停止挑拨离间 兴风作浪 不要做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